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全知龙卿人造的大圆满信心修习 这部大论典讲到前面的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轮回国藩和业因果四个大家行已经讲完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讲 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需要一知善知识 一知善知识的方法 嗯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的确需要 非常系统地学习 一知善知识的方法 因为如今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对佛学的信心 希求心应该是很不错的 不知道什么因缘 很多方面对学佛的人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感兴趣的人也是相当多的 但是往往都是我们 很多人在一知善知识当中 出现许多问题 当然一方面可能很多佛教徒刚开始的时候 对佛学的渴望心特别强 这个时候即不择失 所以不管怎么样遇到所谓的上师就马上去医治 可能这么一个原因 但后来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 这个情况发生的话 我以前在其他地方也是讲过 一个是藏传佛教的很多善知识 也是比较多的 藏传佛教当中有些是冒充善知识 到汉地去以其他目的 在这个时候汉传佛教当中 很多的佛教徒 有一部闻声是他有智慧 他有信心 他会如理如法地医治 自己也是不会跑来跑去 好好地去闻思修行 但有一部分每天都跑来跑去 然后介绍这个 介绍那个 后来也出现各种问题 所以最后发生的这些不良后果 一个是可能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他并不是真正的 传授如来教法一为目的 还有一部分可能确实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样依止善知识 这样的因缘导致对佛教的形象 也有莫害的现象 因此我相信很多人学习过大圆满前行等 其他依止善知识的方法的时候 应该也会了解的 但是可能也是 新的一些佛教徒可能比较多的原因吧 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正面来了解 也有负面来了解 正面的话的确是 跟以往相比较起来 现在很多人依止善知识的方法 依止善知识的道理都很明白的 而且确实这几年以来 各个地方都自己有慧言 会有观察 会依止 最后会细学上师所传授来的如来教言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么我们今天按照 全知无果王尊者的教言 讲依止善知识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四家心 我们后面还会讲不公的 包括皈依 发心 以及无上密法的道理 这些不管前面讲的道理 后面讲的道理 这些都是需要依靠善知识来给我们开导 没有的话 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宣说了这一品 总共有六个方面来阐述 比如说 一支善知识是无物的引导者 还有他一起决定生的来源 还有一支善知识应该 一支很好的善知识 舍弃恶知识 还有我们同时要讲到了 不但是舍弃恶知识 还有恶友也要舍弃 那么你懂得这些道理之后 如何取舍等 分六个方面来讲 下面讲的是什么呢 下面是 善知识是无物的引导者 这个是我们在世间当中也好 尤其是在初世间的 这样的道理当中 善知识是无物的引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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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呢 这就是说我们 一知善知识实际上是 首先知道他是五五的引导者 如十五秒因果道来愿一知善知识 前面我们讲到正法或者非法 或者前面讲的善恶 如果这些道理要无无正确地了解的话 一定要通过善知识来了解的 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 我们一般佛教徒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世间一般的一个知识也是需要 依靠有一种世间的老师 他来引导之后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所以以前《毗婆撒论》当中也是讲过 说是若人虽有知不从他闻法 虽然有些人是有智慧的 但是没有其他人那里听法的话 世人终不能分别善恶意 那么这个人总是不能分别善和恶的差别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他前面也讲了 如果没有灯的话 虽然有一些物质 有一些东西 但是没有灯的话 看不见的 有了灯之后才能看得见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人 虽然智慧很不错的 但是的确没有依止过善知识的 没有听过其他法的人 自己的分别念来取舍的话 也许你认为是大善法的话 反而成了恶法 也许你认为这是一种大罪恶的话 实际上这也是变成善业 因此我们先一定要明白一切的 不管是因也好 果也好 道也好 坚修行过也好 因果道等等 这样的道理全部都是依靠善知识而开导的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开导 恐怕是依靠自己自身的智慧 自身的力量来通达如来的甚深妙法 绝对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拥有今天这样的智慧 悲心 包括能了知取舍的这些道理 或者信心 这些应该来源于善知识们 这些善知识们像藏地 莲花生大师 菩提萨埵 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前辈的 大意识和大班智大 他们的传承 他们的恩德而来 汉地也好 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一直传到今天 今天我们基本上 懂得世间的这些真理 的确是来源于一知善知识 因此我们先要懂得一知善知识 其实你从来没有一知过善知识的话 你给别人讲佛法也没有办法的 自己修行也没有办法的 就像世间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也是他没有他们老师的引导 比如说教一个幼儿园的话 他有时没有毕业的话 就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们现在找老师的时候 首先尽量找到 看他是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 而且是他的专业对称 这样很好的 还有我们在世间当中 比如说炒菜的厨师 也是他以前学过的人 他会懂 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学过 光是切一点菜 然后加一点油 飘飘飘 这样吃的话 这个味道也是怪怪的 所以说我们任何的 世间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知识 我前一段时间用了一个典饭锅 专门一直老和尚去学了 然后 但他自己也没有传承 迷迷糊糊的 下面就是讲 三知识 一切决定生的来源 三知一切佛菩萨 以及声闻缘觉中 火山菩提有死生 火的世间增上乐 我们未来过去 现在所有的这些佛 还有一愿一知诸上师 故当精益善知识 那么未来过去 现在所有的菩萨 所有的佛陀 还有世间当中所谓的缘觉 声闻等等 获得三菩提的这些果位 实际上来源 全部都是三知识而产生的 三知识的 同时我们知道出世间的 这是决定生的 也就是说出世间的 这样一个菩提的妙果 全部都是依靠三知识 包括有些缘觉 他也是以前依止过三知识的 那么声闻和菩萨 佛陀都更不用说了 那么还有世间当中的增上乐 世间当中人天的福报 其实是以做了一些善事 而获得了今生当中的快乐 如果我们前面 根本没有做任何的善事 不止去世 整天都是造恶业 离开了三知识的话 我们都会造了许许多多的恶业 那这样确实也是 即生当中的人天福报 也是没办法获得的 因此世间的快乐 和出世间的快乐所有的来源 实际上是依靠 依止三知识而来的 因此我们应该想到 要很认真的 我们生活当中不是 你想一直就一直 不想一直就不一直 不是这样的 你如果不想成佛 或者不想从佛教的道理当中 获得一些超胜的境界 那领导灭论 如果你真的要想 那你学佛的过程当中 不得不一直善知识 很认真的要对待 这不是什么开玩笑 这不是什么一般的事情 不能对待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讲到 所有这些真正的快乐和解脱 依靠三知识而来的 佛陀在《毗奈耶经》当中也是有 有一次阿难尊者 他在寂静地方思维了很多的法义 法义之后 他对佛陀说了 他说 我在通过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感悟 其实学习佛教的道理 一大半都是依靠三知识而来的 我觉得三知识很重要的 然后佛陀说 你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不是一般是依靠三知识来的 学习佛法和修行佛法 全部都是依靠三知识而来的 首先阿难他认为 一大半是依靠三知识来的 但后来佛陀告诉他是 全部依靠三知识而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依靠三知识 他所有的这些智慧 悲心 功德自然而然增上的 愿离恶知识 你的修行三世三众 非常圆满的 而如果是离开了这个三知识的话 很有可能被恶知识所舍舍 同时自己所有的修学会一败涂地 所以说讲到这个意志 三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名字在这里 所谓的三知识 佛陀在《涅槃经》里面 《涅槃经》当中也是讲了 《涅槃经》里面说 善知识者有善法骨 何以善法骨 是不为自己安乐 也就是说 不求自己安乐 常为众生而求安乐 其实真正的善知识 当然善知识有很多很多的解释方法 但是按照《涅槃经》的教义 那么真正的善知识 为什么叫善知识呢 因为他自己有善法 所谓善知识也有上师的意思 那上师他有善法 自己一点善法都是没有 每天都是无我不做的 相续当中心里面也没有善 语言上也没有善 身体上也没有善 身语有的不但是没有善 还有有很多很多恶的成分 恶的习气 恶的力量 那这样的话 这不叫善知识 而且这样的善知识 按照《涅槃经》的意义 就是说 不求自己安乐 而常为众生而求安乐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华智仁波切 在《前行》里面也讲了 真正上师的法相 实际上是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的 末法时代所有上师的法相 全部集聚的话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归根基地 作为一个大乘的善知识 相续当中一定要具足一种菩提心 菩提心和大悲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涅槃经》当中也讲了 善知识 它一个是处于善法 什么样的善法呢 并不是声闻的善法 并不是世间的善法 随福德分的善法 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善知识 上师确确实实是为众生 他不求自己的一种安乐 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求这个上师 昨天在这里有一个人来了 说 坑波 你给我找一下 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所谓的上师 我的上师在哪里 我说 我也不知道 你再不断地去吧 不断地去 可能慢慢慢慢去 他说 什么时候能找得到 我说 不知道 一百年之内吧 所谓的善知识是什么样的呢 你要求什么样的 大乘佛法确实是不为自己 因为一般凡夫人都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名色 为自己的财富 为自己的这样的上师 不一定具有大乘的法相 所以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因此这里说 所有的这些善菩提 来自于上师 还有世间的所有的功德 我也在想 我们现在在座的人 其实是所谓的善知识 有不同程度的定义 但是我们今天能看得懂字 能听得懂这些法 一个是我们在人生历程当中 有很多善知识的引导而来的 什么样的善知识呢 有些是世间的善知识 比如说我们学会学字 我们学会很多跟其他人不相同的 基本的世间的这些字 理和规律动的话 这就是靠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老师 很多很多的 然后我们懂得了一些 出世间和行持善法方面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 包括一些堪布 堪摩 法师 还有引导者 以及道友对我们也是提供了 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道理 这也是我可以把它当作为善知识 因为《华严经》当中 有时候严格来讲 一切众生视为善知识 也有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们都当作菩提的助缘 也可以这样想 那下面就是说 我那天让他们拿个财笔给我拿个黑笔 这些人真是 我那天让他们拿个黑笔给我拿个黑笔 我让他们拿个黑笔给我拿个黑笔给我拿个黑笔 字幕后叫作指导者 对手里数赛惠不通 你等着的 根当谦不得了 根当谦不得了 我心不得了 根当谦不得了 下面第三个问题讲一之三知识 还有抛弃 恶知识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略说再讲广说 那略说 犹如藤一赞叹树 一知真实自变善 好事分燃吉祥草 一知恶人自成利 故当今以善知识 欺利一切恶知识 这个也很重要 每一个都是 说我们世间当中有一个藤树 藤条 那么他自己是没有什么能力 没有特别高的一些成长的 自身的一些力量 没有这样的 但是他依靠一些赞叹 贪想 依靠一些贪想手的话 那么很快的时间当中 他跟着 直接高颂如云 或者他自然而然 串习一种非常芬芳扑鼻的一些香味 就跟《大圆满前行》里面智悲光尊者 引用功德藏 在一个坦香林当中有个普通的树放在那里的话 因为逐渐逐渐靠谈香的轻润 慢慢慢慢他发出谈香的味道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一直什么样的人 会沾染他的习气 我们一直一个好人 也是这样的 以前特别特别地糟糕的一个人 后来他一直具有闻思修行 具有清净戒律的 这样的一个人 逐渐逐渐自己的行为 也会变善妙的 还有一种比喻 就像世间的不清净的分辨 他如果染上了 非常吉祥的吉祥槽 以前是特别干净的吉祥槽 但因为后来他放到分辨里面 过一段时间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味道很难闻的 很臭的 同样的道理 本来这个人很不错的 但后来因为移植了恶之日的原因 然后从他的心态 行为 一切都变坏了 一切都变成极其恶劣的 所以我们懂得了 这样的道理之后 其实应该依止恭敬的 应该非常欢喜的依止善知识 应该非常注意的 舍弃所有的恶知识 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可能会讲 佛教徒以慈悲为怀 那么所有的众生都是看着 如自己的母亲一样来对待 那这样哪有放弃 哪有舍弃的众生呢 其实从大乘菩提心的 广义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待对众生发菩提心 但是从自己修行的角度来讲 你千万不能依止这些人 不然你不但毒不了 最后你自己被他们已经毒了 我以前也经常用过 大智度论的一个比喻 就像冬天的时候 你一喷开水到特别大的寒冷的冰上面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稍微会化一点 融化一点 但是过一会儿的时候 因为整个天气的原因 整个冰块特别大的原因 最后把这个开水自己也变成冰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 依靠这些恶知识的时候 他们的力量 他们的感染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因此以前佛陀 应该也是在佛经当中有这样的公案 当时阿难尊者经常跟六群比丘一起 吃啊 喝啊 玩啊 乐啊 每天都是六群比丘 六群比丘在佛教僧团里面是非常调皮的 有一群人 然后这个时候 佛陀后来把阿难带到一些市场上去 市场上去的时候 看到一家专门卖鱼的 这个鱼肉已经腐烂了 特别脏的 腐烂的鱼肉下面有一块草 让阿难手里拿着 然后过一会把这个草扔掉 扔掉之后 让他问一下 你的手怎么样 他说特别臭 虽然刚才那个草没有了 但是因为刚才 腐烂的鱼肉的喘息染上特别臭 过了一会儿又把他带到一个卖香的香店去了 拿一把非常香的香 过一段时间又让他拿开 最后问他的那个手特别香 然后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他 说我们修行人 一直的过程当中 一直善知识就像刚才 依靠妙香一样 对自己自然而然染上了他的细节 如果我们依靠了恶知识 自然而然也是依靠了他的恶香 所以他从此之后 让他不要依止留情比丘 应该依止加世尊子 还有其他的 包括其他的一些舍利子 目犍连等等等 其他的很多比丘 从这个公案当中大家也应该 你学习大乘佛法的过程当中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尽量的一些见解 行为 这些都并不是很正确的 很有问题的 这些人尽量地少接触 当然我们可能为了世间随损 方便的话 你可能需要有一些方便方法 不能说 你是坏人主 我不给你依止 我不给你同主 我不给你一起吃饭 我不给你坐在一个凳子上 你好臭啊 我要走了 不能这样的 需要有一种善巧方便 但是自己平时依止 确实也是需要注意的 好像《诸法机要经》里面也是讲过吧 说是一切众生执行无定 所有的众生他的整个执行 他的意志没有定准的 谁所燃喜 净善则善 净恶则恶 一切众生他的心 并没有什么确定性的 随着他的习气会染上的 随着他所接近的习气 如果我们接近一些善知识 他马上变成善 如果我们接近恶知识 那马上变成恶 所以我们每个人就看你住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很多老修行人也经常这样讲 某某人本来是很不错的 他的成绩 他的戒律很不错的 但是这几天因为这个人跟某个人 某个坏人也是持住行为 一切都是整天通常通吃通吃 这样肯定有问题的 将来可能他也带不住了 会有这种说法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说 如果你们最好的话作为一个修行人 远离一切散乱 如果实在是不能离开散乱的话 还是依靠一个好的朋友 坚修行为都很不错的 有这方面的朋友 你应该去医治 所以我们确实是 蚝友就像赞叹 贪香 贪香树一样的 依靠它也染上了好的习气 然后恶友像依靠分辨一样 原来你是像吉祥草那样 非常圆满的 但是后来逐渐逐渐会 也是染上了他的习气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 原来非常不错的人 他最后就像我们藏地的有些学生 我都感受非常强的 这些学生同样是 他的根机 智慧都很不错的 但后来他们选择的有些学校好像特别差 老师也好 学习的风气特别差 在这里待了两三年之后 回来的时候 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人 有些人本来学生不是很好的 比较差的 但是后来去了一个好的学校 整理的老师 学习风气 道德 包括一些人品 行为 非常重视 这样的学校待了两三年之后 完全这个人变成另一种人 所以说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当中 他待一段时间 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 自己也是按照这些教言 按照这些窍诀 应该好好地去了解 下面讲光说 这个三知识和恶知识的法相 广缩 首先是上师的法相 然后我们讲一知上师的方式 还有讲弟子的法相 什么叫做上师 上师的法相有八个方面 首先是善知识的中法相 若闻上师之法相 未因世间与众通 朝世间故与众数 三门诸心教众生 他这里来说 如果有些人很想了解 什么是上师法相 上师到底是什么样的话 说是所谓的上师 因为他需要引导 世间当中各种各样的重视了 所以大多数的行为 要跟世间上完全相同的 跟世间一样的 你看很多前辈的大德们 他跟很多弟子的行为一样 同样的吃饭 同样的说话 同样的跟很多的行为 也有共同指点 否则他刚开始的时候 完全是一种佛菩萨的形象来出世 我们都觉得 没办法 我作为一个凡夫人 哪有像他那样的 没办法呢 但是因为他的见解 行为 他的整个境界 已经超越了世间的缘故 有些地方也是不同的 因为他的身口意的三门 一般来讲 对弟子相比较起来的时候 应该要超胜 作为一个上师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可能上师跟所谓的弟子也好 众生非常相同的 他要有一种共同的度化方法 我那天去学校 我跟老师们也说 你们这个老师 一方面也要跟学生 要进入学生的世界 学生到底想什么 他的心态是什么 他的烦恼是什么 他的困难是什么 你自己高高在上 从来都是不了解学生的心态 你作为一个老师 也是很不成功的 你作为老师 也不能跟学生打成一片 跟学生一起吃 一起喝 一起笑 最后好像没有老师的概念了 学生也不会怕你的 在某个场合当中 你作为一个老师也应该 作为一个老师 我好像自己治自己 不太好 你作为一个老师 应该有自己的威严 有自己的智慧 有自己的威力 否则你根本没办法带学生 在某些地方 包括智慧也好 大悲也好 你应该超生学生 不然的话 你的智慧比学生还低劣 你的能力比学生还弱 你的很多方面 如果你各自比学生还稍微矮一点 也有时候是有这种情况 但是你不能所有的智慧 悲心全部都比他弱 都没办法学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五光尊者讲得非常有意义的 因此好像有一个经典 叫做《大舍之离甘子经》 这是佛经里面 这个经典的名字《大杀之离》 《大杀之离甘子经》里面说是 为了利益众生作为一个上师 他的整个方便与世间完全是相同的 如逢融化力 不转财义化 就是这样讲的 为了利益众生的话 你可以融入世间作为一个菩萨 作为一个善知识 但是你也不能完全地住在一个世间 或者一个阶段当中 就像我们世间的密封 密封的话 它可以到花里面来采密 到花灵当中去找 但是它并不是 专为一个法作为目标 同样作为一个真正的善知识 那你应该对所有有缘的众生 一起去度化 并不是说你跟某个众生有特殊因缘 其他什么都不管 作为一个菩萨也好 作为一个善知识 这也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些老师的话 也是有些老师他特别 某个人的行为特别看得惯 他做坏事也是已经成了功德了 其他人好像做好事也是成了过失了 这样的话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作为一些 包括一些法师 带班的一些法师 辅导员 辅执人 这些 一方面我们跟相关的 所有的眷属也好 所有的这些人也应该有一种 共同的交流和文化 不要自己高高在上永远都是根本尝不到 他们的困难 痛苦 心里的烦恼 也不能这样的 但有时候也不能 你好像只管一个 或者其他的根本不利 这个方面我们很多法师 也应该可以思维 真正的善知识都是 它确实是超越了世间的原因 会跟我们的世间当中有很多不同的 以前米拉日巴尊者 他好像在亚龙那个地方 准备要传法 传法的时候 当时日穹巴尊者也是准备前往到那里去听 前一个晚上的时候 日穹巴尊者做了一个梦 梦中他去了无尽刹土 在那里 布洞佛给他们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的时候他就会讲了很多大德非常精彩 非常伟大的一些诗集 传记 这个时候他先面讲了 马尔巴罗兹 德罗巴 纳罗巴 他们都非常精彩的故事 他讲完了之后 他说明天我们下一堂课 明天准备讲米拉日巴的故事 非常精彩 到时候你们来听 那么当天 好像这一节课就这样接受了 接受的时候 当场日穹巴看到 周围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议论着 他们有些人问 米拉日巴到底现在在哪里啊 有些人说 米拉日巴在东方的现行刹土 有些人说 米拉日巴在普贤王的广级刹土 然后这个时候 日穹巴心里面想 米拉日巴不是在藏地啊 哪里是 他在别的地方啊 他就想着想着这个时候 他梦已经随心了 随心的时候 他一直想到 刚开始的时候 上师到底是怎么样 后来他通过这种梦 知道原来他自己认为 我们藏地的这些人认为 他是在藏地 这是一种错误的 这是我们普通人的眼前 和在我们的事业当中 好像是他在藏地 但实际上 他有些面前在东方刹土 有些在广级刹土 有些在不同的刹土当中 有显现各种各样的形象 那个时候他知道 上师原来他的发生逐边发解 而且他的宝生和化生 为了利益无边的众生 实现于各个清净和不清净的刹土当中 他就完全通过这种梦 知道上师的不共之处 就是不共之处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会想到 有时候上师有他的一些特殊的 的的确确也是有 超胜的一些境界 因此在《法聚经》当中也是说过 如业法师 因其佛像 莫作欲念 就是如业法师 意思是你对法师引起佛像 应该生起佛的这种想法 莫与作念 意思就是说莫作欲念 莫作欲念 不要想其他的了 你把上师应该观着为佛 不要想其他的 因为他有很多比较特殊的 凡夫人 除了我们意料的很多的一些境界 所以也有世间相同的地方 也有世间不相同的地方 这就是所谓的真正大乘上师的特点 下面讲善知识的功德也好 其实这个功德 讲的是真正的法相吧 应该是讲的法相 那么他的法相是怎么讲的呢 这个呢 下面就是我们要移植 善知识的时候一定要观察 具不具足这样的这些条件 这些功德具不具足 如果这些功德不具足的话 你可能暂时 不管是求显宗的法也好 密宗的法也好 最好暂时放弃 不一定马上要顶 这是什么样呢 唯一寂静胜无果 山桥潜移欲无果 辨知晖藏亦调柔 光闻大悲 得无边 达知一心如虚空 事业无量 离远众 认识无言恒精进 众生道士当一致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上师有这些法相 有十几个法相 按以前其他的有些经典里面 所讲到的可能法相也有不同的 那这里讲到了多少法相呢 第一个是身体上威仪寂静 善知识的威仪 身体的威仪要寂静 并不是像疯狂者一样 一会跳 一会跑 一会到处 该去的地方也去 不该去的地方也去 做各种各样的 让人难以理解的 包括他身体上穿的也是这样那样 非常不如法的 这样的衣服的话 他唯一的身体不欺净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那说明身体无垢 寂静 身无垢 他的语言无垢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他能善巧地解开所有弟子相续当中 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疑惑 因为善不知的一个上师 虽然他很慈悲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很多的众生 无始以来都是 因为各种各样的无明烦恼 所遮蔽的原因 有各种疑惑 所以作为一个上师 一定要有善巧的回答 要懂得世间出世间的很多 提问 然后给他解答 解答是很多善知识的法相 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说解义 遣除别人的疑惑 这是语言方面的 然后从心方面 他能通达一切知识 即使不能通达一切知识 但是大概的 对解脱之道 没有任何问题的 还有他的智慧 像宝藏一样 取之不尽 他的心 心也很调弱的 不是一会儿生嗔恨心 非常强烈 苦啊 恼啊 一会儿生嫉妒心 一会儿生傲慢心 一会儿生贪心 这样他的心不清净 心不寂静 不能这样的 这是生口意 三个方面阐述的 作为上师 要广闻博学 出世间的 像五部大论也好 密宗也好 还有世间当中的 各种世间的学位 有广闻博学的 而且他对一切众生 从轮回的痛苦当中 愿意拔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大悲心具足 还有他的德 他的德行 作为上师 他基本的 世间当中也是 基本的我们的道德 功德方面具足 可能出世间的修行很好的 都比较不错的 但是给人接触也接触不来 说话也不会说话 所有接触的人 全部都是得罪的话 那可能这个上师也比较麻烦 所谓确实有些上师 可能出世间的修行还算可以 但是世间的作人太差了 人格太差的话 这也是我们法王如意宝的 每一个教言当中 人格在基础 人格很重要的 道德很重要的 连一个上品人的德行都没有的话 有时候确实出世间的 很多佛法也是讲的话 让人也是产生怀疑 还有大智慧 大智慧和他的异性 比如说他未来的计划也好 很多方面 那凡夫人一般都是 很难以通达的 他的智慧和他的异性 极其地广大 像虚空一样的 他当时说的有些话 好像是觉得这不可能的事情 但到后来的时候 会一一演这样 他的智慧和异性 像如同虚空一样的 然后这个事业自然而然 整个世界当中无量无边的 广大无边 作为上师 他的事业无边也很重要 不然现在有些佛教徒 一直的善知识 除了自己以外 谁都不认可的 这样也是比较麻烦的 什么事业都没有的话 作为一个上师 那至少也是 弘法利生的有一些事业 不然光是弟子 他自己一两个人宣传以外 什么事业都不认可 这样也不行的 然后事业无边 利益远众 能饶益 凡是与他结缘的这些众生 暂时和究竟都得到无量的利益 凡是结缘的这些众生 都得到暂时究竟的利益 这个是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 与他结缘的都是往生极乐世界 其实真正的 没有自私自利心的这些上师 与他们结缘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这样的 过去的时代当中也是这样的 其实有些上师 他具有特别强烈的加持 这个上师一方面要智慧 一方面需要光宏佛法的能力和事业 更重要的 可能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这个很重要的 确实见到这个上师也好 听到这个上师的法也好 或者与他结缘之后 整个身心都完全都已经得到改变的 这样的加持力相当大的 这样的上师 还有他愿一切众生 获得快乐的 持无量心的 慈悲的 然后为了利益众生 没有任何厌倦性的 还有恒事非常精进的 不是上师非常懈怠的 一说放假的时候 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每天都是想睡觉 每天都是想懈怠 玩或者每天都是到一些茶馆里面去喝咖啡 坐在那里 那可能度众生很困难的 作为一个大乘上知识他应该有一种非常精进力 非常有一种责任感 这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 全部可能说起来的话 我就说了一下 我看身体无够燃 语言遣除怀疑 辩知 意调柔 光闻 大悲 德无边 执行广大 事业无边 凡结缘的众生得到利益 有有认慈心 无有厌倦心 精进心 好像在这里大概可能前面的边 有些如果没有分开 如果分开讲 比如说大致和异性分开这样的话 可能有十多个了 我说的是十三个 这个是我们讲的 大乘善知识的十三种法相 还有大乘经状论 我这次翻译的有五个字 但是我们以前引用的 大乘书里面说 一知调柔寂静 举得精进同圣教 证悟诗相欲善巧 词诸离言善知识 这个是《大乘书》里面有这个颂词 我想这个颂词也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实际上好像记得是十八品当中吧 十八品当中 其实这个也是讲到 一知三知识非常重要的 词曲 词语言善知识 词语言善知识 这个是以前我们学院的每个法红续报经常引用 经传论的教证一般法王的一些老弟子们 都会背这个颂词 那么我也会背 但我背的不是很顺 好像第三个颂词有点忘了一点 已经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了 王爷时时心有可愿 这个要给大家讲一下 他讲了十种法相 首先第一个就是讲调乳 调乳以戒血为主 身体和整个行为积极调乳 积极经和积极经 经积经有两个方面 首先第二个以山血里面的顶血为主 心得到禅顶 能积经 第三个是灰血为主 自己断除分别念 以智慧现前 这个是第三个 第四个具有德行 上师应该超过弟子的 或者对他的功德方面 应该跟他相当 最好是超过他的 这是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呢 精进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一样作为上师一定要有一种精进 不懈怠 不难度 不然的话 穿法也是马马虎虎的 然后在出世间方面 一点兴趣都是没有的 去出去玩 或者到处轮跑 特别有信心的 脸色都变了 马上特别开心 那样的善知识 那是不是善知识也要观察 通过电脑来观察 这是第五个吧 第六个 通圣教 有些里面讲都是对教法特别富裕 对教理很富裕 也就是说 他精通 显宗 密宗 比如说 这个各个的教理非常精通 特别多的一些道理 他会懂得 这是第六个 然后第七个就是说证悟识相 作为一个上师 他对所讲到的道理也好 包括中观也好 空性也好 这些方面的识相 要有所证悟 最好是彻底证悟 如果没有彻底证悟的话 大概以中相的方式来必须证悟 这是第七个 第八个 欲善巧 他说话有善巧方便 有遣除弟子怀疑的能力 还有他给别人讲经说法的话 也要有一点口才 否则说什么都根本听不懂 或者说着说着 下面的人全部都已经睡觉了 然后每次上课作为一场入睡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这也不是很好的 其实有些法师讲的时候 可能太广了 还是太泛泛的了 不知道 或者是弟子的心态 按理来讲 法师和弟子之间的互动的话 那个时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时刻 不能太互相不重视 作为弟子来讲也不应该 当然如果讲的时间太长了的话 我们人的胜利自然地有一种到一定的时候 他反应有种萎缩 没办法转注 有这个毛病 所以说我是比较 多了两分钟的时候 噢 我今天讲得太长了 不行 讲了五分钟的时候 不行不行 我必须把这个话收回来 昨天经传论的时候 后来本来我有很多话要说的 但是一看 感觉上是 哇 可能超越时间了 然而我后面都没有说成 有时候可能对世间太在意 也不太好 这是第八个吧 第九个 具有慈性 对所有的众生 想获得快乐的慈性 还有第十个 远离一切厌倦心 在整个对弟子的传授也好 对佛法的教导也好 这些方面不要因为一两个人的邪性 一两个人的行为调皮 马上发心脏病了 从此之后生起厌倦心 我再也不讲法了 看到野蛮的众生 我没办法了 我现在我要把守时行灵 我要走了 这样可能作为一个善知识 不能这样的 末法时代众生肯定有刚强难化的 当然显现上是可能会生起厌厉心 这样可以的 实际上是不能舍弃的 所以中共讲了十种法相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入菩萨行论》当中 野蛇忠狗虚仰摩洞 生命也不利 三恰大乘意 安住金律意 正规善知识 如我们以前背过吧 遇到生命危险 也是不舍弃大乘的善知识 大乘的什么善知识呢 一个是精通大乘的教义 还有他经常受持大乘清净的 比如说 施善法劫 饶益众生有情劫 还要遏制禁止罪业的这种劫 这样的菩萨劫的大乘善知识 永远也不舍弃 这是我们讲的大乘善知识 就是大乘善知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依制善知识的时候 希望我们以上讲的这些法相一定要想的 我们前面讲了大概有十三个吧 十三个全部具足的话当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全部不具足也是大概的 其中大多数的人应该要具足 否则现在有些佛教徒 有些居士说实在 就是他们依制善知识 并不是像这些法相 这个人前世是什么什么 这个上世跟某个上师认识 某个上师的弟子 现在很多是这样 这个上师肯定很好的 这是无名佛学院得过 这是法王如意宝的弟子 但法王如意宝的弟子 谁都可以说 我们法王如意宝每次灌顶的时候 成千上万个人 每个都是已经成了他的弟子 所以以这个作为理由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然后说 这个跟某个上师 一切照过相 所以肯定是很好的 相片为这个法相 或者说 这个上师 好像他的前世是什么 但是我是根本没有看到过 我们一直善知识的时候 一直精神当中他的法相 具足智慧 具足戒律 具足有没有这方面的 并没有说他的前世是什么什么 那如果我们要观察前世 对你来讲也是一种非常隐蔽的事情 对他个人来讲 可能自己也想不起来 不要说前世 他前天的事情恐怕忘了 所以说 我们暂时不谈他的前世 当然如果他前世非常了不起 我们应该恭敬 以后再慢慢慢慢 他的行为当中也会显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意志的是什么呢 就是求大乘的佛法 我们要佛法 我们要佛法的话 我们要找一个老师 要对称专业的老师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求大乘佛法 你就找一个小乘的老师 这样也不合理的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 很多的佛教确确实实实 很多人说 这是无明佛学院来的 那这里你看 最近有很多人在无明佛学院里面照相 包括现在拉萨这边一群一群的人都来过无明佛学院 他说我是无明佛学院 我可以大度 无明佛学院去过 我无明佛学院来的 并且我知道坦诚是在哪里 哪里 这一点不一定成为上师的法相 但现在很多人比较愚痴 说是在真正上师的法相 你也去了解一下 看这个上师到底是哪个寺院的 他具不具足戒律 他具不具足这方面的智慧 他具不具足我应该一直的上师 如果不是一直上师的话 我们暂时有一个朋友的方式 互相认识 你给他可以给一个名票 他也给你一个名票 以后我也观察你 你也观察我 当时元朝的忽必尼他观察 帕士巴说是 我上师 我已经观察你六年了 我现在终于相同了 我也想医治你 帕士巴说 哦 这样我从今天开始也要观察你六年 然后我再过了六年以后 我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我给你传法 所以互相这样观察 也是确实有必要的 有时候我们现在 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很好的观察 上师和弟子之间 也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刚开始 这方面的基础可能比较差的原因 如果在这方面 如果刚开始就有这个基础 不会有很多的麻烦 特别希望今天所讲的这些你们也应该好好地想一下 将来医治的过程当中也应该好好地用上 这也是很重要的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说他们进入了什么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